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特別請到陳老闆 老闆你好 老闆 我今天要來打工 做這個關廟面 你可以告訴我 首先第一個步驟我要做什麼 你要第二個步驟 要搬麵粉 搬麵粉 對 哇噹 22公斤 第一關就是體力大考驗 一次7包 每包重達22公斤 一般弱女子想必是做不來的 有看過人家穿高跟鞋搬麵粉的嗎 今天我就來當第一人 穿著優雅長裙 腳踏恨天高 從氣質女孩變身粗弓 一袋袋麵粉放上豬送袋 混進鹹水腳打 嫩白麵團不斷跳動 經由撈粉變身大片麵皮 反部碾壓後裁切成型 一絡絡細細麵條 還得精油人工具折 接下來來到第二關就是折麵了 我們請到一個蔡大姐來特別教我 直接拿一個什麼 拿來吧好好拍 熱熱的耶 對 一手放中間 放中間 然後放來這一手 對 然後轉一下 轉一下 要從上面就轉了 這樣子轉 有嗎 講對 放下去 輕輕放下去 然後 放下去它就好 這樣可以嗎 有及格嗎 不及格是不是 不及格啊 這樣 雙手輕輕扭轉 靈活把麵條折出完美角度 平均亮到三分鐘 就得完成一盤 手殘的我試了再試 終於再第三次 這樣八指都沒有 八指喔 好可以喔 好 看隔壁 來 妳看妳的背部 那妳慢 這樣 我是初學者耶 儘管我使出快手絕活 但速度和大姐們比起來 還是差很大 一盤盤關廟面 接下來得推進場接受 烘曬洗禮 好像有點高耶 妳這樣沒辦法當空姐 蛤 沒辦法當空姐 我一定我都不能當空姐 這麼高 光是把麵盤放上高處 就已經要了我老命 更別提一推車至少上百公斤 短短一小段路就耗盡體力 陳老闆的製麵廠 隨著時代進步 科技加持開始轉型 好天氣就讓麵條曬太陽 如果天氣不好 就改採橫溫烘乾 日曬的品質比較不會穩定 夏天 秋天 冬天 春天 四個季節 曬麵的時間不一樣 陳老闆改採烘乾技術後 製作麵條的時程穩定 還進軍國際市場 也要讓在地觀妙麵 持續飄香全世界